聽說腳底按摩對增高有效 那你今天有帶給我們是不用花錢的 甚至比腳底按摩更有效的 今天帶腳來 好可愛的腳 對對對 那基本上要找瀉道 這些瀉道 的確很容易造成腳底筋膜炎 對 這時間太長嗎 對 時間太長啊 力量太大 那有些師傅會讓你感覺他很專業 他就用特別用大力的 說什麼越痛越好 對啊 說越痛越刺激 就是讓瀉道他按的話就是酸脹感 而不是痛為主 痛的話就容易發炎 我建議可以貼個叫做勇拳穴 勇拳 對 大拇指的下緣 就大拇指跟第二指的這個股縫 對 股縫之間 這是聖經的第一個穴 這常按壓 在練氣功的地方齁 練氣功的專家 這他是排毒穴 那所以說 按起來會痠痠的 很痠 那我說家人齁 可以父母啊可以按壓啦 那我小朋友可以自己做啦 是 那甚至你可以幫小朋友 小腿給他多做一些按摩 小腿的兩側 小腿兩側 對 對 很多穴道 裡面有一些乾皮腎 近骨這邊嗎 對 骨頭的內側跟外側 彥均你要好好學一下 我們現在這種年齡按沒有用了吧 不是用在你身上啦 我說你小孩 多問你小孩子想一下好不好 小孩那時候可能來得及啊 那所以背部的話就是按那個脊椎兩側 對 脊椎兩側就是我們五臟六腑的地方 然後輕輕這樣子 對 輕輕的 那可以又預防這個感冒啦 過敏啊 然後腸胃調理 對 我們終於叫捏脊療法 對 脊椎兩側把它捏一捏 我跟你講羅醫師這個按穴道真的有夠厲害 我上次錄影不是心臟痛嗎 對對對 然後真的痛到就是我們休息了一下 差一點沒辦法呼吸 對啊 然後羅醫師幫我按按按按 欸我接著錄完了耶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要學起來我跟你講真的有用 就洪哥你說你小孩子跳繩對不對 那個泳泉穴就是你墊著腳尖剛好 就是要刺激 你墊著腳尖剛好就遇到的地方 對 所以要墊著腳尖跳